哈喽大家好 我是安迪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那我上次发了一个视频来讲的话 是关于OpenAI这个大陆成功注册的 然后很多小伙伴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在注册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拒绝访问 并且有一个1020的一个错误信息代码 OK那我们今天就一次性 彻底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这个方法总共分六步 总共分六步 那我觉得来讲可能 第五步是大家一个通病 但是不排除前面这几步的话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原因的 那首先第一步来讲的话 我们点右上角三个点 然后点设置 这一步是我们常用的 清除一下浏览器的 库肯跟缓程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点左边的隐私设置和安全性 OK我们先清除一下浏览器数据 这个你清不清楚都没关系 我们主要是清楚什么 OpenAI的一个登陆信息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科学上网的时候 有可能选了这个不同的这个节点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的一个 痕迹给它抹除掉 我们就点这个Cooking 其他网站数据 然后朝下拉的话 这边有一个所有网站数据和全线 我们点开一下 OK点开以后 这个就是你经常登陆的一些 它记录的 你经常登陆的一些这个网站 OK我们在这边就搜索一下 我们把这个OpenAI给它搜出来 OK搜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给它清除一下数据 点这个 点这个移除也行 点这个清除数据也行 我们给它移除一下 OK 我们倒回来 倒回来的话 这个地方 我建议大家也清除一下 就是清除浏览数据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的话这个时间不限 这个要选时间不限 OK 然后给它清除一下数据 然后这个高级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缓存什么东西的Cooking 这个也给它清除一下 OK 这是第一步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的话 就是我们要更改一下 我们要更改一下 我们这个CMD的一个服务器 那我们首先来讲的话 就是需要有一个 有三条的这个CMD命令 我们要给它先运行一下 OK 我们点这个放大键 那这边我们收这个CMD OK 收到以后呢 我们右键 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OK 我们到这个提示框这边来了 那我们输入三条命令 三条命令 OK 我们输入第一行命令 我们点回车 那回车以后的话呢 它这边是 WinApp配置成功刷新 DNS解析缓存 OK 接下来我们输入第二行命令 OK 输入第二行命令 我们也回车 那回车以后 它成功的重置了 这个WinSock没漏 你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 才能完成重置 OK 等一下我们再重新启动 好的 还有第三行命令 我们也给它输进去一下 输入以后我们点回车 回车以后 这一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协议 什么什么 全部完成 全部完成 完成以后 它提醒要重启 计算机来完成这样一个操作 OK 我们退出这样一个 CMD OK 我们退出来 退出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点这样一个 重启 直接来重启一下 OK 重启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进行这样一个 第三步的一个设置 第三步的一个设置 就是更改我们DNS的一个服务器 OK 我们右键单击我们的网络 然后打开网络和英特内的一个设置 OK 我们拉到下面 这边一个高级网络设置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再拉到下面 我们这边选更多网络适配器选项 我们点一下 OK 点一下以后呢 我们调出我们的这样一个以太网 调出我们的以太网 OK 在以太网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要更改它DNS的一个配置 那假设你的 你的电脑是WiFi的话 也是同样的设置 OK 我们点右键点属性 这个地方我们选这个 英特的学义版本 的IP为4的这样一个 选了以后我们点属性 OK 这个属性出来的话 大家看到都是自动获得的 IP地址跟DNS都是自动获得的 OK 我们更改第二项DNS 点一下这里 使用下面的这样一个地址 我们地址选什么呢 第一行我们选4个8 OK 第二行的话呢 我们选8844 OK 这样一个是谷歌的一个浏览器专用的一个DNS服务器地址 我们选确定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关闭 OK 关闭以后的话呢 再一步就设置完了 OK 第4步的话 第4步的话 我们打开浏览器 第4步的话呢 我们添加一些这个VPN的插件 就是浏览器上自带的一个VPN的一个插件 我们点这个右上角三个点 然后这个地方更多工具 这边有一个扩展程序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我们点左上角的三条杠 我们点打开Chrome应用商店 OK 正在检查 我们添加至扩展程序 OK 已经添加了 已经添加了 添加的话呢 我们点这个扩展程序的管理 我们给它显示出来固定的这个地方 固定的这个地方 那固定的意思的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样一个VPN来尝试登陆浏览器 来注册这个东西 OK 我们把它关掉 那这是第4步了 OK 接下来我们讲第5步 讲第5步 第5步 很多这个小伙伴呢 就会经常犯这个错误 经常犯这个错误 也就是说你在注册的时候 你的VPN呢 你的VPN 选择非常的重要 之前我在上一期节目 有跟大家介绍过 包括这个电脑的时区 这个 包括电脑语言 包括电脑的这个国家 那都要跟你的VPN 你要注册的时候 选哪个VPN呢 打比方你选这个 美国的 都要跟这样一个地区 要吻合 要统一 要统一 那这个节点选到美国的话 那你注册的时候 包括你的验证的一个电话号码 那不是在这个 SMS上面 这个接码平台上面去 去接码嘛 那你所选定的这个国家的电话号码 也要是美国的 那你假设美国的这个接码的费用比较贵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新加坡的 或者其他国家的 看你的节点 看你的节点 你自由选择 对吧 那这一个就是要一定要统一 一定要统一 不统一的话 假设你选的是这个 马来西亚的电话号码 那你用的是这个美国的节点 然后你这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 你又选择其他的 那这个不统一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当然不保证是这个问题产生的 但是他一定会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对吧 这个统一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OK 那最后一个第六个方法 第六个方法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推荐 是用这个谷歌浏览器来注册 假设你万一这个其他全部设置好了 什么什么都统一了 包括绝点国家电话 什么都统一了 你还是不能注册 还是出现那个问题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 换用其他的浏览器 打比方这个微软的爱个浏览器 那或者打比方俄罗斯的这个 andesk这样一个浏览器等等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那当你注册成功以后的话 你可以在手机上登陆 可以在电脑上登陆 都是可以的 那个账号属于你的话 你想在哪登陆在哪登陆 对不对 那你点击登陆的话 只要你决点什么其他东西选择正确 他就会很容易就跳出这个界面 那你就直接点这里 挪个印登陆就可以了 直接选登陆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的话 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些这个注册的时候出现这个拒绝访问1020的这样一个故障问题 那我这个六种方法来讲的话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不敢说百分之百能保证也能解决问题 那至少说这个95%的保障是肯定有的了 他不外乎就是出现这些问题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